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做獨家報料 有聽眾報料 要 繼續踢爆 港共政府在做假防疫 這一節要說的是關於亞洲博覽館的情況 亞洲博覽館 是其中一個就是隔離設施 而裏面 簡直跟集中營沒有分別 我們今晚 就是會 跟大家嘗試做直播 今晚10時香港時間 希望大家留意了 我們會在 主頻道 星期二得道 不是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得道 會做直播 希望大家今晚支持一下 我們 接下來也會盡量抽時間繼續 我們在研究 就是一至五行常做直播 還是一三五 我們會再試一試情況 暫定是 隔天隔天做先 請大家支持一下 大家留意了 我們最近 慘遭美國制裁 俄羅斯被制裁 Youtuber也被制裁 全部時事KOL 以我們所知 全部人 全部都黃標 所以我們現在 是 全線節目都黃 現在就是難以經營下去 請大家發揮 10倍戰鬥力 將我們的 節目清單 平時看開一個小時 現在要看10個小時 24小時就要看240小時 沒辦法了 唯有大家就加油 也就是Live節目 希望大家來 支持一下 特別是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如果你又 不想用信用卡 我也不知道其實那個YouTube的 支付系統是怎樣 但好像Patreon 為甚麼那麼多人擔心 就是因為 跟信用卡有關 其他朋友 請你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 會繼續 黑苦經營下去的 除非真是 頂不住要倒閉 我們已經跟我們的員工也說了 包括節目主持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 真的可能需要再 裁減人手 希望大家就真是繼續 支持 這一節要揭露的 是香港政府的假防疫 香港政府跟你說隔離設施不足 隔離設施不足 醫療人手不足 然後就31,000元 聘請大陸的人 下來就說要照顧病人 這個 由始至終 香港政府根本 就是假防疫 這一節 有關的情況 是亞洲博覽館 亞洲博覽館 我們的 聽眾報料 就是指那裏 人道情況 相當之惡劣 因為亞洲博覽館 收了大量的老人家 而那裏的老人家 基本上是慘租 不人道對待 近來的節目不是說俄羅斯 而是說香港的慘況 所以就一次給大家警告 如果你 對於 這些話題比較敏感 請 留意了 PG家長指引 除了這一節之外 其他節數的節目也適用 亞洲博覽館那邊 情況相當之不人道 我們有 網民報料 說他的家人 他爸爸就是今年2月8日開始 直到今天 都是身處 亞洲博覽館 被困在 亞洲博覽館 已經一個月了 最恐怖的 是他 他爸爸根本沒有確診 現在香港政府到底在做甚麼呢 扣留沒有確診的人 在竹高灣和亞洲博覽館 將他們當成精神病人 那樣 比監倉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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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沒有犯國安法了 是不是 你說 港共政府多麼可惡 這個獨裁政府基本上 甚麼事都做得出的 任意關押 沒有任何病痛的人 他們是做得出的 所以為甚麼 抽兩分鐘說說 為甚麼袁爸爸想 這段時間過去烏克蘭 一方面 對烏克蘭就是表示支持 鼓勵他們士氣 另一方面當然也看看有甚麼能幫到手 第三方面 始終都要向 烏克蘭取經 這個是為未來而做的 香港的未來 是沒有可能 單方面向那個獨裁者屈服的 其實他現在只有 變本加厲 這位網友的爸爸根本沒有確診 但是在裏面被隔離 他被隔離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住的院舍 住的院舍有職員 確診 老人家根本 就是 沒有能力照顧自己 被香港政府 捉了他做隔離 而他根本就沒有確診 他去了那麼久 二十幾天 根本就沒有洗過 連洗手 也沒有洗過 是說二十幾天也沒有洗過手 那麼他 雖然是住院舍 但是他就是五肢健全的 全部 都是能夠 懂得走懂得走 根本就不是很嚴重的 身體情況 但是 但是 他去到這個 亞洲博覽館 由始至終就被困在一個 就好像老人院的 板間的範圍 將他圍封在裏面 完全 不讓他走出 那個範圍就是半步 所有大小異變 都要在自己的圍板裏面解決 那裏根本就沒有任何廁所的設備 只是派 就是夜壺 大便就要靠一架 車 你可以想像到那裏根本就沒有洗手 沒有洗手 吃飯 都要在那個 那個格的圍板範圍那裏 完全沒有洗手沒有水 只是給洗手液他們搓手而已 你可以想像到 在那裏的衛生環境 有多麽惡劣 比坐黑爐更慘 香港政府 竟然為了 所謂假的防疫 現在 正在做 將香港人大量關押的事情 我們真是想不到 事情發展得那麼快 想不到香港 就是以隔離營的方式 將大量的香港人關押 新疆 跟你說 在教育營 你也知道 在教育營不是教育的啦 現在香港 跟你說防疫營 隔離營 根本就不是在做這樣的事 根本 就是 無需要任何條件 可以將 大量的市民 關押進去 被扣押的人士 基本上 就是任何尊嚴都沒有了 基本上衛生環境比坐牢更差 善食不用說了 跟垃圾 都不如了 基本上是 跟垃圾是一樣的 基本上 就是完全是吃不了的 那些 飯基本上是一些 好像煮到爛了的壺 完全是沒有味道的 完全是冷的 基本上好像在坐在黑爐那樣 這位網友說 他打電話給他爸爸 每次都說他根本都沒有吃飯 只是喝水和睡覺 早餐也是只有一個凍冰冰的饅頭 還有凍的粥水 最初 扣押他 就是要扣留14天 到最後 就是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家人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把物資送到給他們家人 不斷打電話給亞洲博覽會 亞洲博覽會職員回覆 就說他們現在情況很混亂 所以無論如何都安排不了 也拒絕家人 送物資 去亞洲博覽會的要求 現在 扣押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完全沒有消息 完全不打算 放人 再說一次 這位老先生 根本沒有確診 沒有確診的人 現在是無端端 被 任意拘留 任意關押 這樣的情況 真是幸運地走得出來 萬一真的有甚麼事 基本上 現在還要跟你大談死亡率 現在的死亡率 絕大部分 就是因為失救造成的 還要刻意隱瞞死亡原因 面對這個極權 真的沒有辦法 你只有 就是 100%懷疑他 不需要說 除了太陽在東邊升起之外 基本上 他每一句 都是謊言 我們這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